大家好,前一段时间我说过,伊朗很快将造出核弹 现在美国加紧对伊朗的制裁 美国宣布针对伊朗在香港的七家企业实施制裁 并对两名中国公民进行通缉 周五,也就是9月17号,美国国务院表示 将对以黎巴嫩科威特为基地的 为黎巴嫩什叶派珍珠党提供资金的金融渠道 以及支持珍珠党和伊朗的金融推动者和幌子公司实施制裁 美国财政部对外表示,被指定和制裁的个人中 这些措施适用于居住在中国的商人哈什米 哈什米曾向伊朗圣诚军提供资金 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一份新闻稿称 两名中国公民曾帮助哈什米建立银行账户 并为哈什米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公司 充当形式上的所有者 据称的这两名中国公民分别为 严苏轩、宋京 美国政府的声明说,代表哈什米的严苏轩 还购买了源自美国的两用产品 然后再运往伊朗 这些网络共通地区的金融系统洗钱 数千万美元进行货币兑换操作 进行黄金和电子产品交易 为真主党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诚军提供了利益 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指责伊朗革命卫队圣层军 声明说,真主党利用这些网络产生的收入 为恐怖活动提供资金 并使黎巴嫩和整个地区不稳定持续下去 布林肯表示,真主党正越来越多的寻找额外的收入来源 以充实自己的金库 布林肯呼吁世界各国政府采取措施 确保真主党和其他恐怖组织不会利用他们的领土和金融机构 布林肯说,美国在打击这些网络方面不会手软 我们将继续采取行动,扰乱他们的活动 美国财政部公告表示 制裁行动将涉及扣押这些个人和实体在美国的财产 并禁止与他们进行所有交易 此外,美国财政部在周五也发布了通知 美国针对几家位于香港的中国实体发布与伊朗有关的制裁 据我所知,伊朗的圣城旅 它有些资金在香港 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自由港 钱可以进出 但有一些中东的钱实际上背景不明 有一些涉及到制裁 所以香港有一些资金不是那么干净的 是很危险的 那么有些资金进入到香港以后 再通过香港再进入中国大陆来投资 比如说房地产企业 比如说某一些,某大,某宝 资金就进来了 那么中国也需要排查 所以中国之前做一些技术性的行为 就把这些资金排查出来 那么有一些资金进入到中国以后 它会把这些资金重新利用 然后再返回到某些国家 比如说伊朗生成率 进行购买食品 购买军用物资 购买武器 购买技术 那这样的话就会让美国抓住把柄 所以现在我说了中美的金融战 你从这点上看 香港切断有一些资金的进入 这是个主要目的 而美国也正在抓你中国的把柄 就想制裁你 所以中国现在也在严查 我之前说过 包括某宝 某礼 某大 所以里边的资金 其实很复杂的 为什么这些人背后有那么多钱 我说这背后的资金 你溯源的话 实际就这么几家 从中东来的 就那么几家 那么里边是不是有圣城旅的资金 那大家知道伊朗实际上很快就会拥有核弹 他的第一次核爆也越来越近了时间 美国和以色列也会加紧制裁伊朗 但是伊朗现在在以色列的边境 在叙利亚秘密的部署了防空导弹 谁也并不担心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 伊朗也是有反制 如果中东开战 以色列本土会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的袭击 所以现在中东非常紧张 正是因为这个背景之下 中国针对伊朗 针对中东的一些资金正在进行清洗 正在进行调查 避免中东发生大战 中东爆发这种战争 影响到中国 因为如果这些资金在中国 中国不知道 甚至没有排查出来 那有一些制裁行为 美国会直接针对中国企业的制裁 这是对中国非常危险的 那么现在看 中国也做了一些工作 前一段时间 所以大家也看懂了 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整个的国际地缘政治紧张 也影响到中国的经济 影响到中国的个人 那这些资金呢 我觉得离开中国 离开香港 实际上对中国没有什么影响 反而呢 会避免中国卷入这个中东战争 那未来呢 以色列和美国 针对这个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 这个金融的制裁 会越来越厌 对这个金融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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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需要